你看這個題目 下來圖形中的正五邊形邊長 依序為123... 圖中的點分別落在正五邊形的頂點或邊上 且相鄰兩點的切斷長相等 隨著邊長增加 點的個數 隨此規律增加 這邊長為n的正五邊形 其上的所有點個數 形成an這數列 第一小題 完成下表 首先 A1 這等於5 A2 我們是用原先的這五個 去加上所增加的 增加了這裡總共是7個 A2算出這12 所以12解5這7 可以填入第一個 那麼 這裡呢 A3 我們是用原先這裡的部分是A2 所以12我們先把它寫下來 再加上 增加的部分 那增加部分呢 這是10 那麼會比原先 這裡所增加的就是7 又多了3 所以 所以這裡是7加3 這是10 那麼算出來這是22 所以呢 A3-A2 當n等於2的時候 這是A3-A2 那我們知道 這是22-12 這是10 所以10跟7 差了三個 那麼就是原先我們說的 這裡增加的是7個 這裡增加的是10個 這所增加的數量呢 會比原先增加數量 多了3個 所以呢 依此類推 當n等於3的時候 這是A4-A3 那麼這是比前面多增加三個 所以我們知道這位是13 那這裡以4代入 這是A5-A4 那麼 這所增加的 會比原先增加的又多3 所以我們知道 這是16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2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2小題 根據上表 求這數列的遞回關係式 那麼首先我們有圖得知 這A1 是等於5 那麼接著 這A2-A1 這等於7 A3-A2 這等於10 A4-A3 這等於13 那A5-A4 這等於16 那麼依此類推 這時候我們發現 這些數據 相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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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可以將7 寫成是 3乘以1 加4 那麼10呢 就是3乘以2 加4 13 13 就是3乘以3 加4 16 就是3乘以4 加4 那麼以此類推 所以呢我們可以得知 這 A N加1 A1-AN A1-AN 這等於3乘以N 然後加4 這個數是配合這裡 我們由這裡可以看得出 是這個規律 因此呢 這等於3N加4 這等於3N加4 但是這時候 A1是等於5 所以呢我們第一回關係式為 這A1 等於5 然後關係式是 AN加1-AN A1-AN 這是等於3N加4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根據第一回關係式 歸納推測一般向的通識 那麼首先 第二小題我們一算出 這 AN加1-AN 這等於3N加4 那麼這是一次式 所以呢我們推測 這AN的形式呢 是N的二次式 那這裡我們假設 這AN 這等於 P乘以N平方 加上 Q乘以N 再加R 那麼現在我們要解 PQR 之子 那麼我們令 N點1代入 那A1 這等於 P加Q加R 那A1 我們知道這是5 N以二代入 A2 那麼這等於 這是4P加2Q加R 那麼我們有圖得知 這A2呢 這等於12 或是直接R是5加7 因為這相差是7 所以5加7 這12 這A3 這等於 N以三代入 所以呢 這是 9P 加上 3Q加R 3Q加R 這等於 因為相差是10 所以12加10 這是22 所以呢現在我們去解 這個連力方程式 那麼我們經過計算 我們可以算出 這個P 這個P 這是等於 2分之3 Q 這是等於 2分之5 這R 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1 因此呢我們推測 這AN的形式為 這是 2分之3 乘以N平方 加上 2分之5 去乘以N 再加1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4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1小題 利用數學歸納法 驗證第2小題 所歸納推測的通識 那麼 在這裡我們是要證明 這第2小題 這AN 這等於 2分之3 N平方 加 2分之5 N 加1 那麼 N 屬於N 這個式子成立 那麼 第一個 當N等於1的時候 那麼 N以1代入 這A1呢 這等於 這是 2分之3 加 2分之5 加1 那麼2分3加2分之5 是2分之8 這是4 那4加1 這是等於5 這是合的 那麼 第二個 我們假設 這N 等於 K10 成立 也就是 這時候的 AK A K 這是等於 K 2分之3 K 平方 加上 2分之5 K 加1 這是成立 那麼當 這N是等於 K加1 10 那麼這時候 這 我們利用 AK加1 減 AK 這等於 3K 加4 這個關係是 那麼把AK移向過去 這時候 這AK 去加上 3K 加4 這等於 這是 3 K平方 加 5K 加1 去加上 這是 3K 加4 那麼這個式子呢 我們經過整理 可以把它寫的是 這是 2分之3 去乘以 K平方 加2K 加1 去加上 5 去乘以 K加1 然後再加1 因為我們乘開 這2分3K平方 這裡有 那乘開的時候 這2消掉 這裡是3K 這裡乘開是 2分之5K 所以這裡呢 是2分之5K加3K 這裡是有的 那麼乘開的時候 這是2分3 這裡乘開的時候 2分之5 相加是4 那麼這裡是4加1 這裡也有4加1 所以呢 這兩個式子是相等的 因此呢 這等於 這是2分之3 去乘以 這是K加1 括號的平方 加上 這是2分之5 去乘以 K加1 然後再加1 那麼這個式子 就是 AN這個式子 這N呢 以K加1代入 所以呢 這是等於 AK加1 所以呢 當N等於K加1時 那麼 這個式子 是成立的 所以呢我們由 數學歸納法 得知 當N是屬於 自然數的時候 AN 是等於 2分之3 乘以N平方 加上 5分之5乘以N 再加1 這個是成立 這個答案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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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